阿提斯的車友大家好 今天一早又來跟大家分享的車款 是Toyota的阿提斯 這一台是11代的阿提斯X版的 X版的話應該版上的車友 都比我們更了解這一台的細節 譬如說這台有大包 或者是其他比較不一樣的配備 那我們一樣先來看一下 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原廠的避震器有比較短的是後面 這個是後面 這個是前面 我們好像很常在這個版上 有開直播跟大家分享 像是上座的部分 後面的上座 前面的上座 KT都有附一個新品 不需要再拆原廠的這些上座來沿用 這個算是11代的 它的車領還蠻新的 上座要壞掉的機率 除非使用的里程數比較高 才有可能壞掉 KT的話 不論是你的使用里程數多少 或者是車領比較久了 甚至9代的artist也好 都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都有附上座 所以這些上座呢 不用再拆原廠上座來沿用 直接用KT的新品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部分 好了 今天的車高呢 沒有要降很低 今天車主的要求 只有要降低 大概到剩下30幅左右而已 它的原廠的車高 大概是快接近5指幅吧 原廠的車高artist這一代的話很高 那12代的話 就稍微TNGA底盤之後 就車高有降低 因為為了操控 還有後底盤懸吊 還有車高呢 都有大幅的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那後面的懸吊系統 從9代 10代 11代 都是類似這樣的拖一臂系統 那這樣的系統呢 在 後面彈簧 跟後面避震器的改裝廠的功力 就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因為如果像是TNGA的底盤 12代的artist 它的底盤結構 會比較類似歐系車 所以它基本上的操控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可是 9代 10代 11代 所以如果彈簧太短 如果彈簧的公斤數太高 如果 鼠尼設定不對 那它一定就會不好做 所以像這樣的懸吊系統的話 在改裝便器來講的話 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那KT的話 有特別為了這一個車種 做了一個彈簧 它的彈簧長度比較長 大概19 19 19公分 所以它的彈簧 我們才打5公斤 所以在舒適度上 來說的話就會比較好 所以 車高的調整的話 今天是設定大概30幅 所以這個就是剛剛提到過了 我們有附上座 然後彈簧公斤數的話是190長 然後公斤數的話是5公斤 所以車高的調整 是從下方的角座這裡來做調整 我們把這個齒輪狀的頭盤 把它懸鬆 它的整體長度拉長 側高就會變高 那相反的 如果把它的這裡的間距呢 把它縮短 這個黑色的間距縮短 它的側高就會變低 那這台車的設定 我們最高大概可以做到30幅左右 最低有辦法做到大概半指幅左右 半指幅 那所以如果要跟原廠一樣車高 要跟原廠的車高一樣的話也沒有問題 在下訂的時候 跟我們的同事 特別指定說要跟原廠車高一樣高 KT不都有辦法做得到 那後面的阻尼旋鈕的話 是在後座的後方 這個蓋起來了 這個之前都有介紹過好多遍了 所以阻尼旋鈕的話 在後座的後方先開就能調整得到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前面的避震器結構 這台是安裝的是道路版本 所以它的前面的公斤數的話是230公斤 上座的話是在引擎室打開 從這個地方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了 那這台是11代 如果是11.5代的話 它的螺絲的粗細是不同的 所以KT也都有做專用的車款 如果是11代 這個螺絲的粗細是8mm的 如果是11.5代 這顆螺絲是10mm的 所以這個上座的規格呢 有可能不太一樣 在有的廠家是做共用的 KT的話都是對這些細節的話 全部都是做專用的規格 那在上座 我們把飾板把它往上掀之後 就能夠看得到一個KT的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前面的阻鈴 也就是大家所稱的軟硬 它有一個箭頭往H的方向 往順時針就會變硬 往逆時針就是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鈴可以調整 那調整的秘訣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前面跟後面可以做落差沒關係 譬如說我前面我覺得太軟了 我要調到22段 後面的話我調到第10段 那左邊右邊一定要對稱 這樣就可以了 那會隨著自己的需求來做調整 可是原廠的秘訊器在 在胎壓的要求上它沒有很要求 可是改裝秘訊器對胎壓的要求是很高的 譬如說它原廠的車高 原廠的胎壓的話可能大概32 33PSI都還都可以 你打到40也都還OK 可是改裝秘訊器不同 改裝秘訊器的話 對胎壓的敏感度很高 那我們不曉得多高的時候 可以參照原廠駕駛座門打開 在B速的旁邊就看得到原廠建議的胎壓值 像是這一台的話 215 457原廠建議大概32到33PSI 所以胎壓很重要 那前面的彈簧公斤數是7公斤 像是這些細節的話 譬如說這裡有一個離載串固定點 這個離載串的話 不需要再多花費用 來改可調式的離載串 或者是改改短的離載串 直接沿用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那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 這些都有用原廠的安全規範的 相對的位置呢 來做鎖附 那前面車高調整 是靠桶聲可調 這些彈簧下方有兩個銀色齒輪狀的托板 這些請計師跟車友都不要動它 因為這個在出廠的時候呢 KT就已經都都已經設定好了 唯一要設定的要改變的車高 就是從這個旋鈕把它旋開 那調整好之後 這個前面的避震器它是麥花層 它不只負責上下 它還要負責轉動 因為轉方向盤的時候輪胎會動 所以這個齒輪狀的托板 在固定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特別把它敲緊 不然開開鬆托之後 就會有造成異音的狀況 那前面的一個仰角的部分的話 它的上固定孔是做一個橢圓孔 所以這個上螺絲的固定孔 它是可以做微幅的CAMBER調整 那在車高降低之後 CAMBER改變 也能夠靠這個橢圓的一個微幅的 橢圓孔來調整 校正出適當不會磁胎的一個CAMBER角度 那今天的話大概會做到三指幅 車高左右沒有要降很低 因為這裡可以看得到大包 當然可以再降低 可是一般行駛或者是有進出坡道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會有磨道的狀況 尤其是這個還有一個下勞流 以上是今天 阿提斯11代的安裝直播分享 那下個星期分別還有兩位車友 一樣是阿提斯的車友 還是很謝謝大家 對KT那麼的捧場 KT都有試乘車可以提供給大家 來做試乘 還有也可以到我們的粉絲團裡面 來尋價也好 尋問產品也好 尋問車種也好 來預約試乘都可以 那很歡迎大家 跟我們的KT的粉絲團裡面的小編聯絡 以上是今天 阿提斯的直播分享 下個禮拜應該還有機會跟大家見面 謝謝 掰掰